八八健要有幫 讓您健康N自方 固然們大家好 我是亞方 歡迎再次收看 八八健要有幫 讓您全家大小都 best 今天要帶全家大小一起去泡湯 冬天好冷喔 泡個湯真的舒服 可是您知道您適合 尤其中拷皮的湯嗎 那泡出來是不是 即將水汤汤的好友請 好 周醫師陳旺全 歡迎陳教授 大家好 我是陳旺全醫師 泡對溫潛就有健康美麗 好身材 好 等一下要告訴我 他的私人湯在哪裡 好 第二 歡迎是北投健康館 醫院的錢振平主任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錢振平醫師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下 如何健康泡湯 安心泡湯 健康小糖質 醫生喜歡泡湯嗎 醫生又喜歡泡哪一味的湯 等一下主任告訴我們 第三 我們要歡迎是 中華民國溫泉協會的張蘭 理事長 歡迎小黃 大家好 到台灣泡湯 我要告訴你 台灣有哪裡有好餐好水 這個地方都要認清這個標誌 謝謝 所以要有這個標誌 要有這個標誌才是台灣的溫潛 是泡了才真正的好湯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理事長 好 第一次歡迎是愛泡湯 那麼也愛旅遊的旅遊作家 王百萬 大家好 我是百萬 告訴你 然後泡再好湯才會身體健康 好 洗溫泉要不要花百萬 不用 很便宜就可以泡到 尤其是天啊 好 經濟有實惠就對了 對 好 謝謝百萬 那接著我們請專教跟朋友 一起來動動大家 有請我們清明老師 好 大家好 請跟著我動一動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弓箭步全力出擊 待會做之前先跟著我 將你的左腳往前踩一步 卻讓你的骨盆都朝向正前方 重點是這樣 我們待會目標是希望 透過弓箭步的延伸 去吃加一點你的腿部 還有腰部的練習 將你的左手先插腰 右手往前延伸到你的肩膀位置 好 我們做一個拳頭往下 用力延伸的動作 好 保持你前腳弓箭步的力量 後腳跟記得離地 好 慢慢的吐氣上來 很好 記得前腳這樣扎穩 當我們往下的時候 感覺左邊臀部用力 再一次後來吸氣往下 吐氣 記得拳頭都是有力的 不要讓自己出拳 是比較疲軟的 記得頂胸 肚子收 再一次吸氣下 讚 讚啦 吐氣上 OK 感覺腰部跟腿 好 我們試著重複操作 好 我們試試看 連右腳也操作一次 好 來 先確認前腳 一定要記得紮穩 臀部有力 腳跟紮穩 來 左手出拳 好 來 吸氣往下 往地板的方向延伸 吐氣上來 挺胸 臀部夾頂 好 來 二 下 吸氣 上來 吐氣 三 非常好 好 希望大家都有跟上 好 再來 OK 好 慢慢的 來 希望你今天的健康 也可以跟胖溫泉的鼓一樣 全力出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劉美老師 好 我們趕緊準備要出發泡湯去了 泡湯之前 是不是要做剛剛那個暖身運動 要請他聊 要做暖身運動嗎 要嗎 要也是要做暖身運動 對 要做運動 通常要怎麼做暖身運動 要這樣 先哭 搖一搖 搖一搖 搖一搖就對了 王百萬怎麼搖 我就像國小的時候 轉一轉有沒有 對 手轉一轉 腳轉一轉 然後身體 脊椎的地方也轉一下 好 進到我們今天的大講堂 出發了 我們要一起去泡湯 是一起嗎 像一個人也可以泡湯 對不對 對 但有人說一個人去有個好處 可以煎泡妞 王百萬真的可以泡妞嗎 泡湯可以煎泡妞嗎 是可以啊 如果大眾齒的話 可是如果是男女分開的話 就是 都是同一個 你有這樣經驗嗎 族群的 你有這樣經驗嗎 不好意思啦 就畢竟人家也是 會席家帶勸的 席家帶勸 好 醋鼻醋鼻 跟你開個小玩笑 不過說實在 我覺得重要的是說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湯 或是我們講什麼口味 適合自己 對不對 還有泡溫泉也有一些禁忌 咱們也要注意一下 尤其我們理事長 現在要帶我們為台灣頭 長到台灣 不會 還有西部東部都可以 都有溫泉 我們先選我們主任 就近的北島 他知道我們說 如果北投溫泉的話 是不是它是硫磺泉的關係 它對我們的皮膚有 美肌的作用對不對 就是硫磺泉嘛 白黃 青黃 鐵黃 對 台灣現在目前 它的溫泉的大約 差不多10種 10種 在世界裡面 我們目前台灣現在 白第三 就是說我們的中類 差不多10種 就是說我們的選項 也這麼多就對了 對 很多選項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剛才板塊 剛才有板塊 板塊之後 我們這裡有這個 底下的補 就這樣的地形地質 地質 對 所以我們在北島裡面 我們現在木城 有三種座 白黃 就柳房裡面 就有白黃 青黃 跟這個木城的鐵黃 就這種 這種事實在 很不簡單 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裡 鐵黃是哪裡 在哪裡 在這個 西部山 洋明山 對 沙茂山那邊 青黃 青黃是在六層 六層 那一層很漂亮 那一層很漂亮 這個水 有啦 大家都知道嗎 知道 應該是 我想說沒有人知道 自己跑跑去就好了 對 這個泡湯 因為我們流氓前的 普通 當然中醫師 跟我們高雄都在這裡 當然這個泡湯 因為流氓前泡湯 普通都是什麼 都是筋骨 皮膚 大概是這兩種 那我們的大陸 對這個 這個泡湯 對 青黃跟鐵黃 差不多 但是 你如果是有皮膚的東西 對鐵黃比較不好泡 王百萬 你泡的是哪一個 我自己有帶一個 是愛泡湯 對 因為我怕大家就是 你去六層嗎 我是沒有啦 我那個是秘境 我不知道 我是在泡白湯的 白湯的 就白黃的 白黃 對 就是你泡下去的 那個水裡面 它會有白白 很像髒東西的感覺 好像沒洗乾淨 白白飄來飄去 那個就是正宗的白溫泉 白湯 那個叫湯花 湯花 湯花 那叫湯 溫泉裡面的湯花 就是那一種 那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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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真的是泡到溫泉 不是人家業者 黑心業者 灌熱水給你泡 好院長 你來補充一下 那為什麼它又叫做胃腸吃湯 吃湯呢 其實是這樣子 昨前 我們知道 這一次諾貝爾的魚血獎裡面 生理血的 這個得到諾貝爾魚血獎 就是從泥巴裡面 發現到這些的菌 它有抗菌的作用 所以說你這個 昨前 有時候去抹 抹在皮膚上面 對 但它剛剛特別到不能蒸 蒸了以後有些的渣子 或是你 假設你是得的 這是蜂窩性組織炎 或其他潰瘍性的疾病 就絕對不能泡 因為當然我們不知道這個菌種 你不知道這個菌種感染 就更糟糕 那當然就是說 這裡面就是說 在泡的過程當中 會造成你腸胃的蠕動 會比較 比如說有些人 就便祕 那你泡了以後 覺得它的蠕動好以後 你就把它稱為 它是一種味腸之湯 因為我講過 肉要不死 長中要無死 無死 對 肉要長青 長中要長長青 所以他們濁淺的意思 所以有些人就會 把它的名字 有些像 有些比較濁的 像剛剛他講的白黃裡面 就像牛黃 就像什麼 就是那個牛奶 牛奶的顏色 所以他們就說牛奶淺 然後下來就到台東 台東了 台東的溫泉區裡面 現在目前它有五個地方有 那以台東資本為原則 所以說現在目前 大概這個湯 叫碳酸性納泉 碳酸性納泉 對於過去在古早時代 在台灣開發的時候 大概都是稱為美人湯 稱為美人湯 那這個就是促成性能代謝的部分 另外我們理事長自己喜歡泡的湯 是什麼口味的 這很多口味的 那您喜歡泡什麼湯呢 你看我們這邊特別說 我們理事長的泡湯的秘境 答案揭曉一下 大家猜猜看 院長喜歡泡的冷泉熱泉都可以嗎 對 主任是白皇 我喜歡碳酸性納泉的 你喜歡泡美人湯就對了 是的 那百萬通通都泡就對了 什麼口味都是呢 你就對 如果特別想玩泥巴的話 就會跑到台南去泡 真的喔 就真的是在玩泥巴 不像是在泡在水裡面的感覺就是碗泥巴 那是另外一種泡溫泉的樂趣 那我們理事長的秘境道理 秘境底台東叫什麼 利松溫泉 利松溫泉 台中因為台東這個地方 它的溫泉水是可飲可液 非常的棒 所以說叫美人湯 那這個部分因為在天然條件 前台灣最棒的地方 我來推薦 叫利松溫泉 這是野溪溫泉嗎 那野溪溫泉這個地方最主要是什麼 是五彩冰芳的這一個溫泉瀑布 我們現在可以從畫面上來看到真美 台東好山好水 非常地棒 那為什麼它叫五彩冰芳的這種瀑布 最主要是它有高溫 對 現在看起來真的折射下來 五彩冰芬 它的高溫的部分它會產生一種白色的 然後中溫的部分它會一種綠色的部分 所以說你看這個綠色的部分 然後比較暗淡比較褐色的部分 它是低溫的 然後到這個地方要爬山爬得很高 所以說要進入 你車子要開到一半 然後再進入翻山越嶺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超這個氣力還要好 還要好 還要翻山越嶺才可以來到秘境 我剛剛想說這不是野獅不用錢 結果你要看你拿來 可以去到那個關關的地方嗎 對不對 這個地方未來開發 如果可以開發到 這是全世界級的 補充一下 好 我們這個最北端的部分叫金山萬里 就像我們教授最北的 剛剛教授 對 院長 他們老家的部分是金山萬里 金山的萬里這個地方它還有海底溫泉 對 海底溫泉 海底溫泉就像舊金山 那個是在屋頂上 然後泡溫泉看海 非常的棒 然後金山萬里這個地方 溫泉區也剛設置 也非常的好 這個地方是 台北是有兩個地方的厚花園 一個是宜蘭礁 一個就是我們金山萬里 好 謝謝李市長帶我們全省走透 告訴我們哪裡有泡湯的厚收仔 那今年冬天或是 冬天的時候冷嗖嗖 你喜歡泡什麼湯 或者你適合泡什麼湯 我們都特別跟大家觀眾朋友分享 那在華人間網的雜誌裡面 他在這一個最新的專刊裡面 也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的健康來泡湯 好 那麼我們這樣泡湯 那也要請教我們醫生 在我們冷熱交替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是不是泡熱水 有助交感神經的靈活呢 是 交感神經 其實是我們自律神經的其中一種 我們自律神經有交感神經 跟副交感神經 它其實在無形中 控制我們體內很多的功能 包括你的呼吸 心跳 甚至你的情緒這些 全部都受這個交感神經 白天的時候可能是要正交感 晚上的時候可能 副交感要上來嗎 是 沒有錯 那像我們比如說 你覺得比較沒有活力 覺得全身無力這種 有時候我們有這種倦怠感 這時候你就比較適合 泡這個比較高溫度的熱水 是喔 那可以刺激這個交感神經活躍 那你會覺得精神比較好 比較有經歷 那如果像這個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腸胃之湯 對 像如果我們比較低一點點的溫度 可以刺激這個腹交感神經 它就可以促進這個腸胃蠕動 所以如果你覺得腸胃不好 容易這個肚子痛啊 容易便秘這些 倒是可以泡這個溫度 稍微低一點點的這個湯 它可以促進這個腸胃的蠕動 那我想請教 大部分我們想泡湯的時候 一方面想放鬆嘛 那流汗排毒嘛 那像我個人的話 我都會想要趕快去泡熱的 而讓它就出汗 這樣對嗎 其實是應該看個人的體質 那如果你本身 可是沒有流汗好像就覺得 感覺不是去泡湯耶 我不曉得 是不是一定要泡到整身去煮汗 這樣才叫泡湯是嗎 其實我們陳主任講的 在醫學上非常重要 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太熱 我們一般的室溫就38度 38度 先從溫水 你如果真的想你的體質 你的心臟負荷得了 你待會兒再加熱 OK啊 你的需求 你不能一下子 我用50度的 那你變成怎麼樣 對啊 就變煮熟的鴨子 還不會煮熟 還不會煮熟 好 所以是說循序漸進是不是 我這邊再補充一下 最主要我們泡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有的這個湯 這個湯汁裡面 大概都是固定的一個溫度 那這個溫度 所以說我們泡湯要有漸進式 先從腳泡 先從腳 從腳泡 泡腳完了以後 或者泡手完了以後 然後慢慢再泡蹲泡 蹲泡才浸泡 再躺泡 這個是有漸進式的 那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這邊 因為最主要是 是靠近赤道 那我們這邊外面的熱度比較熱 所以說我們大概 泡最熱的部分 大概到45度 那我們從38度到45度 它是正常的 你超過了 可能會傷害皮膚 所以最高溫也到45度 對 其實我們平常洗澡水 就差不多是這個溫度 對 差不多嘛 那個溫度其實突然跳下去 人是受不了的 對 要慢慢來 那這個42度以上 適用對象還有 包括胃潰瘍 胃酸過多的人 沒有辦法早起的人 乘育需要抑制食欲的人 還有這麼多的 因為這個交感神經 比較活躍的話 比如說這個胃酸分泌就會減少 然後那個 胃酸少了 當然食欲就會比較不好 就不會吃那麼多東西 所以有時候早上起來 就算不泡溫泉 我們先泡個熱水的話 精神也會比較好一點 精神會好 比較有活力 然後食欲會差一點 吃的會變少 OK 好 謝謝主任 那這是在 我們在泡湯的時候選擇 它的溫度也是一種 但如果要精神好 你當然就泡稍微熱一點點 可是就要循序漸進 你會一下就跳到熱的去嗎 你是年輕人 不過我想問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的專家理事長 跟我們講說 從腳開始 那比如說像我在台灣泡的時候 它不是一個大重池嗎 我就是慢慢用走的 所以一下去就是腳 然後再來就是腰一下 對 那這個過程大概要多久 因為我大概走過去很快就走到就下去了 所以說這個就是泡湯的姿勢 泡湯的姿勢它有正確性的 這個一定要做 而且不能做錯 做錯的話對你身體有 所以要有SOP的流程 對 那他剛剛問 像我們這樣就是要走下去 差不多 腳要多久 他一直說你腳下去的時候要站多久 其實剛剛講的就是你的膠原神經 你最只要你的室溫度 你的室溫度認為你的室溫度可行 人體的感知會有一個室溫度 你室溫度認為可行的話 那到時候你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伸入到我們的胸口 那是最好的這個自己體會 這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沒有一定的時間 對 對不對 其實通常他剛剛講是沒有錯 因為根據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 這個還有涉及到有相關的慢性疾病方面 院長來跟我們講一下中醫怎麼樣看泡湯 當然因為我們泡湯 中醫講就是我們一個人 一定要氣血循環都非常好 氣質血衣 所以泡湯最主要在中醫講 風寒鼠絲 燥跟火就不能泡 就是說風寒鼠絲的時候 就造成經絡不通 血液循環不好 你就可以泡 那剛剛我們前主委講到 你看高溫度它血液的程度 就是因為你促進它的血液循環 會比較好 但是動脈等溫度的堵塞處可能會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你泡而已 你如果說像吃 我們很怕這個堵塞的血栓 因為你如果說下來以後 你到了心臟你就心肌梗塞 到腦部就腦梗塞 這也是要去注意 所以剛剛講適合自己的體質 是最重要的 還有心臟 你剛才有的心臟 快式的縮縮會心跳會快 如果說你有一點心臟不是貧血性的 那當然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泡一下 那也要看你的這個身體的狀況 那肝臟 因為我們的肝臟是一個非常沉默的一個器官 那你要肝臟要運動 所以有些人要怎麼運動肝臟 肝臟就是有時候你泡個澡 比如說有些人喜歡泡那個碳酸氫辣的 就是微血管的快速的代謝 那能讓活化你的肝臟 但是不能活化肝臟細胞 活化肝臟細胞就慘了 就變肝癌 對 那麼腎臟應該有些人會水腫 如果女孩子到下午以後腳腫 那怎麼樣 因為他有排汗 他就會讓腎臟的這個減輕 那水腫就會消除掉 那當然腸胃方面 因為他會促進新陳代謝 包括腸子的蠕動 心跳的循環加速 重點我要再講這個地方 因為你循環加速以後 他就促進了這個膠原蛋白體內的合成 我們人不過神經疼痛就要有膠原蛋白 你要漂亮 為什麼要打一些的這個酸 因為我們不知道 就是要王百萬有 要打嗎 他們說玻尿酸 對啊 所以說 他臉部的皺紋 我們自己就有不需要外來的 對 我知道你是自己的 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 天然的最好 對 天然的最好 臉部的皺紋也會比較消除 因為他這個活血化醫的作用 所以腦部的細胞也會活化 那思考就比較敏捷 預防你這個吃蛋 所以這個泡湯包括高溫 甚至你心臟或其他脹氣的一個反應 對不對 你都要注意到 對 可是為什麼有時候站起來的時候 有些人還會頭會暈一下 對 那到底這樣子他還適不適合繼續泡湯下去 還是說他真的就體質不適合 那另外萬一 剛才是旁邊的人 可能要去救的要怎麼樣 那等一下要告訴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彥如醫師 我們今天聊的是 如何選擇適合的鋒胸方式 許多女性顧客問診時 常見的困擾如罩杯太小 上胸扁皮 左右胸不對稱 都可以透過醫美方式達到改善 目前醫美手術最常用的如 鹽水袋 果凍矽膠 自體脂肪豐胸等 首先我們會評估客人本身的體型 跟理想的胸型 如果理想的胸型跟目前差距太大 又希望一次到位 我們會建議使用鹽水袋或果凍矽膠 我們會依皮下組織的厚骨 決定植入的材質 其中果凍可以由腋下皺褶處 或乳暈旁植入 形狀較渾圓 觸感較鹽水袋真實 目前詢溫度最高的是自體脂肪 我們在本身處理脂肪同時 又可以進行罩杯升級 打造美胸爐破 由於來自身體的脂肪 觸感較真實且柔軟 非常受到喜愛 詞曲&字幕提供